大家好 我是張淮景 這是我拍的第二部片 然後我們現在要見的是 邏輯製作的販賣機 然後販賣機呢 就是裡面販賣的東西就是這個 小可樂 好我先補貨 我跟淮景會輪流一個人 弄一次 然後就是因為沒有錢 所以我們就用這個 Pokemon的 那個的一些小板子來代替 但是不一定要用這個 就是你可以就是 你可以用錢或是可以 薄薄的只要可以戳進去都可以 然後他這邊是 就是買一個 這是裡面的內部 內部狗罩然後這邊是一個竹筷子 兩個可樂糖 然後有看到小愛片 我哪弄那麼好 有看到這小愛片嗎 這小愛片 從這個地方戳 他就是用這個推動他 然後就跟著等他去 那我們第二個 他是從這地方推動他 然後有時候他會卡卡的 然後他其實就還是可以 然後我們小愛片跟我們的 然後東西就會掉到我們的出口 出口 那因為沒有進到板子 所以這個出口 不會輸的東西都可以掉出來 OK 那我們今天介紹就在這裡喔 掰掰 讚和訂閱喔 訂閱訂閱 可以在下面留言 謝謝掰掰 掰掰